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被杀害了 我这个心里面就特别难受 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嘛 感觉这么花季的一个女孩 又这么有才华 就这样 离开了 我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对 我知道 那个女孩子的照片我们也看了 特别漂亮一个女孩子 然后包括杀害她的那个男生 其实也是 可能也是他们的校园 对 也是传媒大学的 所以这个关于 最近关于大学生的一些新闻挺多 然后好像好消息也不太多 是 是 是 也是很多的这种负面新闻 就是让人觉得说 现在大学生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心理状况的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生就是也是 比如说自杀呀 或者其他的事情也有 这种事情挺多的 对 我在那个前几年 我在人大旁边租了个房子 那时候学英语嘛 然后也是晚上出去溜弯的时候 就看见一群人 走近了一看 原来一个人在底下躺着 一个23岁的人大的一个小伙子 是因为这个跟他女朋友就是感情的破裂分手了 就承受不住这种痛苦 就掉下来 就直接从酒楼跳下来 直接就 人就没有了 哎呦 人大的学生 多难考啊 真是精英 精英 然后走了这样一条路 很让人叹息 是 然后你看就讲到新闻嘛 你看前不久也是 就是网上新闻就说 现在各个高校都在加紧的去普及同性恋 还有艾滋病方面的教育 干预啊 干预 对 因为这方面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这种高校啊 同居啊 或者是这个同性恋这种现象也特别的多 我们知道这个同性恋很容易感染这个艾滋病 然后你想这个艾滋病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 就是应该说是像类似于这些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如今的这个大学生的身心灵 还有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了 对对对 如果不是这么严重或者这么多的话 可能政府也不会出面干预啊 对对对 今天早上我还听新闻的时候还听到呢 说是有一个这个专家就说现在的这个大学生的身体素质还不如高中生 然后说是为什么呢 专家就分析说因为大学生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沉迷于网络 或者说是玩手机啊这种事情 可能因为高中生他就是学习压力还比较大 就是有这种高考的压力嘛 然后加上这个学校的这种体育的锻炼的这个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呢这个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反而不如高中生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侧面也能反映出来 其实大学生现在这个这种精神状况 我说是这种生活业余生活一点也不健康 是啊我也记得我读过一本书 就米兰昆德拉写的那个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就是就像你说的在高中的时候因为要挤这个独木桥 所以大家都标着一股劲 因为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或者是人们被灌输 就是不走这条独木桥可能就没有太多希望 就拼命的学习 因为我自己原来也是走这条独木桥过来的嘛 所以我就发现就是原来我上高中的时候 也就觉得特别紧张 就是只有一条老是绷着一根弦 等你上了大学之后这根弦就松了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这么广阔 反而你会失去了一种选择的能力 选择太多反而你会混乱 然后你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 是我记得那次咱们俩聊天的时候 你也谈到了这个就名校学生的光环 对对对 那那个西婷我想问问你 就当时因为你自己也是传媒的 后来就是你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 包括你后来择业的时候 你心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你看就是我自己 我就说到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原来也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嘛 所以因为就是身上你顶着那种名校光环 就是你原来上大学之前 你考试的时候就是 按照我们当时那个录取比例 就是其实就是百里挑一 就是平衡 就是学霸 100个学生里面才只挑一个 就是那种百里挑一不只是学习好 可能各方面素质都很好 都很优秀 对所以你当你进了这个学校之后 你发现你周围的人全是这么优秀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失去掉一种平衡 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心里不平衡了 其他的人都很优秀 慢慢的自己就不显了 所以心里会失衡 对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 可能是我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啊 就是我毕业之后 就是老觉得说 哎我是传媒毕业的啊 然后呢我这个学校这么好 我就自己我也 就是理所应当的 我就应该称得上一份 特别优秀的工作 对比如说我应该说是 至少说哎我有一定的知名度 或者说在某一方面特别成功 但是往往发现工作生活 当时并没有给我这些回报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那个 传媒的那个男生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种 这种心理上的困境 对 所以又缺乏引导 缺乏心理上适度的一种出口 所以慢慢的他就会走上一种 很问题很严重的状况 这种走上这种极端的状况 是 对那个西定我也特别理解 就你刚才跟我谈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准确 所以我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在谈着的时候 我也在想起了一节经文 就是在这个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 他是在十四章第六节 是耶稣说的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因为你看刚才咱们谈到了 有一些关键词 就是希望 比如说方向 比如说生命 其实呢 耶稣这句话里面 我觉得都涵盖了 他说我就是道路 就是那人要是没有道路了走的 那就陷入迷茫 对 他说我就是真理 其实真理恰恰是能够让人把握 做正确的选择 和拥有正确的这种价值和人生观的 这种关键的所在 另外生命 如果你想一条鲜活的生命 那么他 他的这种精力和时间 他并没有用到 就是真正的对他有益处 或者对生活 对社会有益处 对 那么其实这样的生命的这种 即使他存活 他的质量也不会很高 没错 是吧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 包括我们都感同身受的 这个能够体会到 我们身边大学生的这些迷茫 那么其实我想 作为一个基督徒 那么我是真的是希望 我们很多的这种年轻人 能够拥有 真的是拥有一份信仰 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 如果说没有一份信仰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来讲 或者说是走向社会的这个人 学生毕业之后走向社会 如果他心里面没有一定的信仰 做支撑 他一定会走迷路 因为他要靠自己 但是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会发现 当你靠自己的时候 你慢慢的 你就走到一条绝境上 是啊 所以其实耶稣说的好 耶稣他就 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那么耶稣他来干嘛呢 很简单 他来就是要为人赎罪 因为人犯罪得罪了上帝 所以人跟上帝 本来是仇敌的关系 人跟上帝是仇敌的关系 就使得人跟自己 不能够和好 人与别人也不能够和好 人跟世界跟社会 你去看一看 没有信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 都是非常的相当的紧张 是的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就可以保证 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能够重归以后被修复 那么再往下谈 耶稣他还是基督 基督是什么呢 基督是先知 是君王 也是祭司 祭司是干嘛的呢 在旧约呢 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 他就会拿着祭物 去找这个祭司 祭司去做什么呢 拿着这些祭物 代替这个人 去向上帝去献祭 然后修复 他因为这个罪 所产生的一个错误的影响 所以呢 其实这个祭司呢 就是能够继续 其实是一个修复 修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的这样的一个纽带 一个直分 基督徒不是讲吗 我们要 我们是 市场的光跟眼 那恰好当 我们这些 花季的大学生 没有方向的时候 看不见路的时候 那如果 一季清风 一束光 能够照亮进 我们的星天 那么对我们 是有多么 好的这种意义 没错 没错 其实很多人 并不知道这条路在哪 其实我就觉得 如果说 这些学生们 大学生们 如果能够知道路在哪 剩下的就方便了 对 你知道这个路在哪 要不然的话 你就根本就找不到方向 就好像是 就从我自身来讲 如果说我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说我没找到这条路的话 我肯定 也是依然会处在一种 心灵的困境当中 对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例证 就是我原来也是因为 就是顶着名校的光环 所以总觉得自己 要靠自己打拼 自己去努力 但是结果 给我的回报 就是说是 我并不是说 我付出多少努力 就能够得到多少回报 但是 遇见了这个 耶稣基督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原来上帝 并不是会因为 你是传媒毕业的 还是人大毕业的 还是北大毕业的 而特别的青睐于你 他只是说 你是我创造的 我很爱你 就是我说 无条件的爱你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那我自己 就跟自己和好了 就说不管我是什么样子 我在上帝眼中的形象 是什么样 是那么可爱 那我在其他人眼中 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所以说认识了耶稣基督 他就可以使得我们 能够重新的 能够回归到上帝的 这个里面 那么 因为从他而来 一切都是美善的 那么一点一点的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 修复好了以后 然后渐渐的 我们也可以 像你刚才谈到 与自己和好 同时呢 也能够 跟身边的人 能够和好 这个生命 它是一个 重新翻转的一个过程 恰恰是 因为我们 目前的很多的人 因为我们迷茫 为什么迷茫 因为它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不知道 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是吧 就是比如说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这个它会迷茫 还有就是说 它前面 它的那个目标在哪里 或者它想要去那个地方 怎么走 它也不清楚 更有甚者 两者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自己在哪 也不知道方向在哪 这样就会迷茫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有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手段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知道 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 通过真理能够 渐渐的修复我们的内心 以至于呢 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 这一出一出的悲剧 实在是触目惊心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我们祖国的希望 这些个学子们 未来的栋梁 对 应该好好地去想一想 如何去拥有一份真正的心 是的 那么最后我还是想 请小安能够为 这些大学生们 做一个祷告 也愿更多的人 都能够找到这条路 让自己的心灵困境 早日得到书解 好的 好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 让我们呢 也经历了 这一桩一桩的事情 使得我们对大学生 这个特殊的群体 能够有一些关注 那么我们的力量 实在是有限 但是我们知道 你是真神上帝的儿子 在你的那里 有百般的恩典 所以亲爱的主 我们求你 你的怜悯的恩典 能够临格在 这样的一个群体之中 使得我们看到光 使得我们看到希望 使得陷入在这种 迷茫纠结 痛苦 无法疏导的 我们的大学生的群体们 他们能够得见耶稣基督 从而呢 能够看到上帝的荣美 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 真的让我们今天 看到节目的朋友们 都可以呢 渐渐地通过认识你 而得到从你而来的真理 和真光的照耀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爱聊奇迹 聊处奇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朋友们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